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一字归生人寻 手笑一字记忆 犯爱中而亲人 犹豫的字询问 父母乎义无患 父母明星无安 父母骄傲许倾听 父母则许诗诚 冬则问 夏则静 晨则新婚在地 出笔高 半地面 巨大长流天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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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吾碎笑 吾似藏 狗似藏起心伤 尽所毫离畏惧 尽所无尽畏惧 神忧伤 依亲忧 得忧伤 依亲羞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识歌 亦无色人无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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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不自保 不自情 生命献可群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风怎么这么大呀 诶 风扒日记正好吹到一年前的今天写的那边了 这个字不认识 看来得查查字典了 不用查字典 你问我不就行了吗 这个字很难的 笑笑应该也不认识的 我都学三年的汉字了 肯定认识 笑笑 这个字怎么读 我不认识 刚才是吹牛的 笑笑 吹牛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啊 偶尔吹下牛没什么吧 为什么不能吹牛 你慢慢体会吧 总之你要记住 才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的 嗯 小丑又小题大做了 吹牛又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笑笑 你这篇作文是优 是 爸爸 我这篇作文得的是优 你这篇作文写我和你妈妈生了病 你为我们做了顿饭是吗 是 老师给你的评价是笑笑很孝顺 因此给了优 我记忆里那天明明是你自己饿了热了饭菜 我和妈妈回来尝了尝 怎么能写成这样呢 可是 只是写热了饭菜多没意思啊 就得不了忧了 那你也不能瞎编啊 不诚实 这样吧 说到做到 今天晚饭就由笑笑来做吧 可是爸爸 我根本就不会做饭呀 小丑哥 小丑哥 怎么办呢 小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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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小丑哥 我不管 看来讲大话一旦被揭穿 不但不会让我自己觉得光荣 还会很难堪 我现在真后悔 算了 看你真心醒悟了 我还是帮帮你吧 你能帮我太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丑哥 我把你的卧室变成了模拟厨房 快去拿些石子和树叶来 快去啊 我这就去 小丑哥 这些有什么用 我准备亲自指导笑笑学习做晚饭 小丑哥 小丑哥 你看起来好专业 这都什么彩虹 这都什么菜 苹果飘香面 咖喱饭 脆皮叉烧 我听都没听说过 这里面的菜可都是我妈妈常给我做的 怎么样 决定学哪道菜了吗 做什么好呢 你就做大酒楼的招牌菜呗 这说出来多厉害啊 小和和牛牛一定都会佩服你的 可是 可是万一我做不出来呢 这些都是大酒楼的招牌菜呗 你太笨了 做不出来 小宠哥肯定会报你的 到时候没人会知道你不会做 大家都以为你会做 大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你爸爸也会夸奖你的 是啊 笑笑 你还是学家常菜吧 别听恶魔笑笑的 不会做的就是不会做 小宠哥帮你做也不是你自己会做的呀 以后人家再让你做 你还是不会做又成了吹牛的呀 是啊 我不能再吹牛了 唯一大家让我再做一遍 我做不出来可就更难看了呀 那我就学做家常菜吧 好吧 好吧 那就开始吧 你打算做哪些菜呀 三菜一汤吧 番茄鸡蛋 还有木薰肉 醋溜土豆丝也不错 汤就要紫菜汤吧 先从第一道最简单的菜 番茄鸡蛋开始学起吧 没关系 笑笑 继续吧 哎呀 又切到了 小宠哥救命啊 虽然我的手为了切你们切到自己的手指头 但是为了能让爸爸妈妈吃到我做的可口饭菜 我还是坚持把你们切完了 牛都溅到脸上了 笑笑 你没事吧 快 快看看我的番茄炒鸡蛋焯好了没有 笑笑 你搞错了 鸡蛋和西红是不能一起放的 鸡蛋要先炒好盛出来 再炒西红柿 然后再把之前炒好的鸡蛋放进去 你都一起放进去炒 这锅你白炒了 哎呀 我白忙活了 为了能让爸爸妈妈吃到我做的饭 咸了 而且鸡蛋也糊了 大块的西红柿是生的 小块的西红柿已经化了 看来做饭真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啊 现在想起来妈妈真的很辛苦哦 是啊 所以我们要记得感恩了 是啊 感谢妈妈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饭 好吃题了 天哪 怎么会是这样呢 原来模拟厨房里的菜不能拿出笑笑的房间呢 这下糟了 我还得重新炒一遍番茄炒鸡蛋 看来没有时间学做其他的菜了 这 爸爸 妈妈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今天晚上就做了这一道菜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在做碗里吹了牛 做饭真的很难 笑笑 你做得很好 笑笑已经很厉害了 第一次做菜就能做到这样 真棒 爸爸 妈妈 笑笑 作文拿走吧 爸爸不责备你了 不过你要记住 人所福 非言大 现在笑笑真的为我和妈妈做了饭 才是真的令人佩服啊 你记住了 爸爸 笑笑 君子遗言 四马难追啊 来 爸爸 我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好 好 这块要带给张叔叔的腊肉就放在这儿吧 大家久等了 咱们今天还是按昨天的踢法吧 嗯 嗯 我先来 紫鼠 丑牛 银虎 卯兔 尘龙 四蛇 五马 昨天我给我爸爸妈妈做了一顿饭 哇 哇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小小 你做了什么饭啊 呃 这 这 哇 啊 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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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子我还帮你拿喔 呃 啊 真是突然出现这只小虫子害我不能把话说完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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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你竟然不怕野狗 算了 这回拼了吧 谁让我刚才吓得望后退了呢 现在后退 他们一定会笑我胆小的 快 快走 快点 走啊 笑笑 你太厉害了 笑笑 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免得一会儿野狗又来了 是啊 我可怕野狗了 不用怕 别说是一只野狗 就是一群野狗 我也能把他们赶走 咱们继续玩吧 哇 笑笑 没想到你的胆子这么大呀 笑笑 你是怎么办到的 竟然不怕野狗 我本来就不怕野狗啊 这是天生的 四肆 四肆 丑牛 银虎 猛兔 沉龙 四蛇 这下完了 刚才吹牛的话竟然成真了 笑笑笑 你害怕了吧 笑笑 咱们怎么办呢 都怪我 刚才吹那么大的牛 以为绝不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呢 没想到 现在大家都被困在这里了 妈妈 我要妈妈 牛牛你别哭了 你哭 我都想哭啊 爸爸妈妈 小河以后不能帮你们干活了 野狗要把我们吃掉了 这可怎么办呢 都怪你 这下可好了 我们都出不去了 你说你不怕野狗的 笑笑 君子遗言四马难追啊 来 爸爸 我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好 爸爸妈妈救我 狼狼不能给你们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不能吹牛了 其实 所有靠吹牛得来的尊重 都是不堪一击的 更重要的是 说出的话 其实包含着重重的责任与承诺 既然我说了 我就要赶走他们 我一定想办法 带大家脱离险境 把这个给我 小河 对不起 这块腊肉 我要用一用 以后我陪你一块大的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 拿去吗 大家快跟我走 快走 糟糕 想起来了 你以前讲过浦松林写的故事牢 里面的牢就是吃完了以后 还不满足 贪婪的不断要入食 这下可完了 是我害了自己 也害了大家 小河 牛 牛 牛 你们快跑啊 我在这里拦住出口 笑笑 你疯了吧 你会被野狗吃掉的 笑笑 快过来 你们快跑啊 我现在如果和你们一起出去 野狗们一定会追出来 咱们三个一定会都被野狗咬的 快跑啊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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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是小宠哥救了我们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对不起 我知道不是说对不起就够了的 我是因为虚荣心作祟 吹了牛 其实我是很怕野狗的 没关系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只是笑笑 以后可千万别吹牛了 刚才真是好吓人 怎么会有那么多野狗 野狗可真讨厌 牛牛 你可不能怨野狗 这些野狗是因为前些日子流行病爆发 被主人无情一切的 因为太饿了才会集体抢吃的 原来是这样 那些主人太不负责任了 是啊 我会把他们送到一个适合流浪狗居住的地方 不会伤害他们 他们以后也不会伤害大家了 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你看这次多危险 以后坚决不能再吹牛了 拿着钱 快去给人家小盒吧 是 知道了 爸爸 今天正好是离那次狗口掏生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我再也没有吹过牛 以后也不会了 今天我要写下这篇日记鼓励自己 今天讲的是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一个得财兼备的人 名望自然就会大了 因为人们所佩服的是有真财实学的人 而不是自吹自擂的人哦 好了 这集就到这里了 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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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波帐号 5039 6819 5039 6819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若是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置业 基金会 南投分会 草屯中心举办 孝亲报恩 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 供水 补生 祭甘露诗食 供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 恭送地藏经 地点 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 福兴礼 南钢三路 97 项 2号 恰询电话 049 2315 999 049 2315 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控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置业 花莲中心 旗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 琉璃光 欺佛本院功德经 14日 礼拜药师宝餐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 03 831 1673 03 831 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慎萨 人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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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世纪的人们 完成交易之后就会消散 听闻的人们啊 无疑地 你的朋友也将离你而去 人群聚集的宴会 通常是一个喜悦的场合 人们在许多朋友的陪伴下欢笑 跳舞 谈话 品尝美食佳肴 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的 每一个参加宴席的人都会消散 一个熄来人往的市场 一旦到了傍晚 就渺无人机 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成员或许都感到快乐 但所有的家庭成员 必定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独自不如死亡的门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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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